爱不分你我 爱没有界限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小时候看电视转播国际的选美比赛 印象中就是有一个项目是各国的传统服饰 我很喜欢这个项目 就是可以看到各国的服装的特色 印象中这个泰国小姐 好像会披一条很长的布 可是我一直不太懂那个到底是什么 那今天邀请到东南旅游泰国县的领队 Kelly来跟大家介绍泰国传统服饰 Kelly你好 哈喽 大家好 对 那Kelly我刚刚讲说 那个泰国小姐会披一条就是很长的布 对啊 那一条布到底是什么 是多的布吗 没错 其实就是多的布 真的就是多的布 我以为说它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还是什么特殊的 比如说 比如说皇室才会多批那一条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没有哦 就是一般人可以是不是 是的 其实是都可以的 所以它真的就是一条多的布哦 对 其实泰国的话 不管男生女生穿衣服 他们其实都是用沙龙来做 一个围的动作这样子 那其实有一些要做固定的动作 那女生的话 它都是围成一个统裙的形成 统裙 就是一块布把它围成统裙 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裙子是 统状的 圆统状的形状这样子 那多的布的话就拿 就披上来固定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男生的话其实 他们的固定的方式就不一样 当然蛮好 那男生的话 它其实有 他们叫帕龙 帕龙 对帕龙的话 它就是大概是三米的布 那是把腿 双腿包起来之后 它是从中间穿过去 你说三米的布 然后先把腿包起来 对 就一条布 一条布怎么包两条腿 泰国人 很厉害吧 就很厉害 对呀 我在想你好歹两条腿 不是要两块布 不是哦 它是一条布 包得松松的之后呢 那尾巴的部分 从中间把它穿过去 所以男生的裤子 传统服饰看起来 就是像灯笼裤那样子 可是这样感觉不好上厕所 因为如果说你都包成这样子 我感觉还是他不用 就直接随便 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方式 应该有他们自己 自己可以解净的方式 对对对对 所以好特别哦 这叫帕龙 对那其实像他们现在的话 传统服饰的话 你最多可以看到的地方 其实刚刚上一节 有点讲到四面神 那个传统舞蹈 你在各大餐厅 或是各些表演的场地 他会穿传统舞蹈 他还会 那甚至他还要 金公香香 就是金的皇冠 对对对对 然后长长的那个指甲 对对对对 那其实像还会再看到 就是皇室 皇室对 皇室 你在电视上可能看到一些 皇室的公主皇后 他们有时候要出国参访 其实都要穿传统服饰 对对稍微穿下 但是已经没有那个 顶功香香的那种 那个应该是在看 人妖表演的时候 会看到 那有点像我们 以前的清朝那种哥哥 那个下面也看不到了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他们颜色的话 一定要偏非常的鲜艳 对印象中看到 就是你去泰国当地 看到那种传统服饰 哇 那个每一个都是金公香香 然后就是要不就是 用很重的 要不就是那个颜色 花色 对珠宝 然后去凸显 它的那个特色 对一般在百货公司看到的 就应该就是所谓的太斯 对对对对 那看起来就是 资料很好嘛 对没错 其实它泰国的服饰的话 你要去体验那个几百块的也有 那其实真的 他们像很重视的一些场合 像结婚或是婚礼亲家母 什么之类的 他们真的会花好几万去做一套衣服 好几万去做一套衣服 对就跟我们的旗袍一样 对对对就便宜的便宜 贵的当然资料好的话是相当多的这样子 对因为你便宜的 有时候就是一些海边的那种 你知道那种 就是土产店也都会有一些 一整排那种 那种Salon 我刚刚有特地问Keylin 那种那种Salon 也算是他们传统服饰 只是说 简单版 简单版嘛 对呀 我觉得说买回来 好像感觉就是当睡衣 简单版这样子 而且有的就是一条布 然后自己绕一绕绕一绕 也是还蛮有趣 可是就是跟传统服饰 他们当地会绕的话是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对只是我们都是乱维通这样子 就是想怎么会 还拿来当披荆这样子 对那其实我觉得泰国的话 传统服饰这块比较 我觉得另外一个更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颜色 颜色 颜色它是有比如说什么幸运色 还是什么代表色之类的吗 对没错 真的有 其实像泰国的部分的话 他们是相信他们 周一到周日出身代表的幸运色不一样 所以它是有公版的吗 比如说固定 有公版 有公版 所以不会是每个人不一样 不是你喜欢什么色 它有七种颜色公版 像周一的话是黄色 周二的话是粉红色 周三是绿色 礼拜四的话是橘色 礼拜五的话是天空蓝 天空蓝 礼拜六的话是紫色 那礼拜日的话是红色 红色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整个跟泰国一些人民的习惯是形影不离的 包括你可能看到大家都知道泰国的计程车是非常多颜色 非常多颜色 不像我们台湾就是小黄 他们没有小黄 他们有小粉红小绿小蓝小橘都有 这个难道是计程车行 这个老板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吗 有时候有一些的话可能是这个老板 他就是星期二出生的 那我的幸运色是粉红色 所以我的车行所有的车都是粉红色 然后他身上也要穿粉红色 那男的老板也是 可能他生日的时候会穿粉红色 就每天要穿上变粉红爆吗 就比如说计程车的颜色 我还以为说他是 有时候比如说哪一种颜色的车比较贵啊 还是什么收费不一样 其实都一样的 其实收费都一样的 他只是看老板的心情 所以你会觉得颜色对台国人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在某一些特定节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节日就比方说我生日的时候 我就可以穿我那一天的心衣色 有些人会这样 我规定来参加我生日趴 全部都穿我的心衣色 这样子吗 你这个一定是国王等级了 国王就是这样子 没有错 国王就是这样喔 对 其实像泰国话很特殊的 就是他们的父亲节 不像我们是爸爸节 国亲节不是第二个礼拜 不是NO 他们父亲节的话 其实就是国王的生日 国王的生日 国王好霸道喔 就跟你一样 跟你刚刚一样 规定 我这一天就是我的节日 你就通通都穿跟我一样的 规定是人民自发性的 自发性的 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因为像他们的国王 是礼拜一出生 礼拜一的代表色是黄色 那所谓国王的棋子 是黄色的棋子 那人民都会在父亲节 国王生日那天 全部布约儿童 非常有默契的穿黄色的衣服 那一天就是 全部都穿黄色 不管男女老少 你会发现非常明显 那像母亲节是 失利及皇后的生日 母亲节就是皇后的生日 皇后的生日 那它的代表色是天空蓝 天空蓝 所以那天都要穿蓝色 真的是蓝一片 一片蓝 非常蓝 不管大人小孩 动物园到处都是蓝色 全部都是蓝色 蓝到你穿黑色 你觉得自己很奇怪的 哪一种 非常的突兀 可是那在你带团的时候 如果万一也是遇到 父亲节母亲节 要叮你一下 团课 其实不会 观光课没那么苛刻 没那么要求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人民一个自发性的活动 那其实可能在像之前 比较我们会要求观光课要配合 可能就是像之前 国商的时候 喔国商 因为那个毕竟又意义又不一样 他们一整年度 就是一片黑 喔有印象 那时候我刚好有去泰国 在那时候的阶段 真的是走在路上 然后你连穿个有一点点红 你都觉得自己很尴尬 都觉得自己很尴尬 对那他其实这里是一个爱国 他们觉得皇室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包括什么商品的橱窗 所有的彩色的衣服 都会退到这里面 所有的橱窗都会变黑跟白 管他LV还是估计什么 那个是他们对当地的自发性 就是对皇室的一个尊重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观光课去 不了解那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其实也说也可以 就是配合一下入境随俗 对对对对对 善意的提醒也是ok的 对没错 所以你就会更了解 泰国人民的对色彩的执着度 有多深 那也要刚好我这些颜色 有自己喜欢的 我可以挑一下 不喜欢也没办法 不喜欢也没办法 然后来个彩色 Open感觉不能去那里 那什么颜色都有 对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上了一课 我了解好多的泰国文化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是去哪一国 就是大家去当地之间 也是要稍微做一下功课 才不会说因为可能是不了解 然后触犯到人家经济什么之类的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 邀请大家来玩LINE的互动游戏 那听清楚哦 我要出题咯 想要请问大家哦 泰国的节庆 诶 刚刚只有讲到一个节庆 请你把它写出来哦 就是早讲一个就好了 这个非常的简单 就是泰国最有名的一个 一个什么节哦 好那知道答案的朋友呢 也请你把答案传送到 CITYFM这一个账号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精美奖品哦 那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东南旅游的 泰国县领队 凯莉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凯莉 谢谢